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比斯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甄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马sir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讲一下奈塔利亚 你不单是被告 其实现在经济差 反而更加严重 你别说什么战事 战事都要赶紧 是吗 其实你可以停的 你要知道所谓战事 是你不肯停的 是吗 最搞笑的真的很打念 这宗新闻也应该没有其他主持说过 上过几星期 穆迪投资 就将以色列的信贷评级 这些信用评级是降了级 内卡尼亚湖因为当时未有这个数据 不能够反映实际 原来穆迪就将以色列的主权信用评级 由A级调到 当然调低 调到A2 前景展望是平为负面 这个也是以色列1995年以来 在进入这个评级机制以来 其实它一直都是A1的水平 挺好的 但这次首次被评为A2 内卡尼亚湖就说 没事的 没事的 不反映以色列的经济情况 是由于战争状态才被降级 跟经济没关 以色列经济很稳健的 很快就会回升 很好笑 他说了这番话 过几星期 结果立刻出来经济数字 相当不济 连西媒都说经济重创 以色列第四季的GDP 是狂跌了接近两成 接近20% 是跌了19.4% 很搞笑 你十日之前 没事 结果这个数字 就刚刚好打了你 你也可以说 数据 数据都不能反映经济 我又想问一下什么可以反映经济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就来留意 整天说些数据 都不一定是反映到事实 那是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 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你所说的事实 我们又不可能去以色列住 又不是以色列国民去不了打工 或者又没有以色列签证 但是马sir一切都去不了 你不用说了 以你这样的求证的要求 要求到要在那里居住 亲身去到 所有的那些网台节目 我认为大部分八九成是不用做的 不需要网台节目 主流媒体也不用做 因为他都要跟官方数据 是吗 他要你亲身去到那里体验 是的 那些很大的传媒 路透社才能搞得到 网台全部不用 因为我们都是跟数据说的 你不可以要求我去到当地求证 问一下搜集资料才说出来 你要求到这样是没有人能做到的 没有人能做到的 但有时候他们一些很小事就好像说了整个事实 这些都挺好笑的 我们都是医书直说 加上自己的分析 原来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 就说 受新一轮尾巴冲突的影响 去年以色列第四季度 你知道是十月开始 这个以下战争 原来就是第四季度 它按年来计算经济萎缩19.4% 以色列官方数字也显示 其实它2023年经济增长的2%是挺好的 跟以色列央行和财政部去年11月预测是一样 但是明显低过前两年 以色列很厉害 以色列疫情之后那一年 你记得以色列很早打疫苗 那时候好像试过世界第一的 很厉害的 那时候接种 全世界第一 最快的 那年它经济增长了8.6% 之后6.5%很漂亮 数据很漂亮 21年是8.6% 22年6.5% 去年是2.2% 全世界都差了 那如果没有这第四季度拖 可能更好一些 那以色列的这些经济学者 又说一般将去年第四季度 在这个国家的经济萎缩 归咎于二霸战争 数据也显示 10月7日之后以色列家庭的支出减少 私人消费降了26.9% 那当然了 那些地方 我们说过很多人去了当兵 第一件事没有人做工 第二件事 有些地方可能突然间被人搜 他怎么敢开破 那些人怎么敢出来消费 是吧 那以色列的企业固定投资 也下降了百分之 是68华 差不多七成 很厉害 另外这个 capital economist 他们也说是大和 原来这个海投宏官 他们就说 是精兵 还有 是什么呢 除了精兵之外 还有些人不敢来 还有旅游业重创 你知道以色列其实真的很多历史名成 是吧 现在不行了 现在再多的都不够安全 人家不敢去 你以为个人像米莱那样嘛 去以色列 乖一乖 是为了政治的 就是正常人 当然等待彼巴哈衝特平式一段 不停息了 立即去 你记住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要恢复他起码两三年 这才是有一些信心 精兵 还有一件事 他自己是自己拿来的 他不是不让巴勒斯坦人回去做工 最搞笑 他叫别人赔钱 他叫那些西方盟友帮忙 帮帮忙 这个人很霸道 精兵和巴勒斯坦的工人 减少也导致住宅建设 基本上等于停止 所以每个地方都需要外劳 这些发达地方一定要需要外劳 有些低下工作 劳动工作不应该低下 劳动力密集的工作只可以找外劳 但马上经常说如果当地人做 早就要做完 也不会有人做辛苦的工作 全部都要轻松 当地人肯定是做舒服的工作 这是很正常的 原来当季的经济萎缩 主要是因为大规模征召 而当兵 亦为战争撤离人员 提供了替代住房 建筑工人的短缺造成了巨大影响 为战争有些人要离开 有些人来不了 巴勒斯坦人不让他去 有些人不敢留下 虽然他有铁供防空系统 但他也不是百分之一百 总有人担心会不会被人肥肥 就像以前以色列南部 他也没有想过哈马斯用这些烂鬼降落散开 可以搞定更多人 原来冲突开始之后 以色列立即停止了来自加沙的工人 因为担心他们是哈马斯 经常说这些 并且限制大多数来自西岸的工人进入以色列 导致以色列国内的建筑业 原来他们极度依赖这些 价钱相对低廉的巴勒斯坦工人 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大量的员劳工 那你怎样可以整屋 怎样可以做辛苦工 自己本身有些潜质可以去做的人 又去了当兵 是的 他可以说还有其他国家的人 其他国家的人走了 来自中国、泰国、菲律宾 还有其他国家几千名外劳回国 因为担心战争会碰到他们 这个很正常 他最怕人都没有了 不过好像在印度请人 他们这样说 不知道印度那些人肯不肯 同时 以色列也迅速进入了战时的体制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国种动员 这个动员令到 他的预备役军人 人数达到顶峰三十六万人 即是少了三十多万人做工 你记住没有了一大堆巴勒斯坦人做工 你又没有了一大堆本国人 因为你要去当兵 还有其他外国人 好像中国、泰国又怕了 战争就走了 其实你也挺麻烦的 他因为一个季度 少了百分之七的劳动人口 多厉害呢? 百分之七很厉害 你怎么填 主要大家看到 希望我们什么时候完 你经常说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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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怕被人搞定 原来这次连以色列时报都觉得 这次动员是超过了预期 而且我相信 他连负面后果都没有认真评估 他负面后果都超过了预期 那已经连续四个月 动员对以色列国内经济 造成了超级严重的影响 你不断地说 你别说了 烏克兰人都够你了 我们之后的节目都会说 他也很严重的 他也动员不起那些人 还有逃兵 这是最严重的 所以 大哥 你再这样打下去 你就想想想 阿比比 你不如给他特赦 他肯放手 你好 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不是说 当然 以色列人口 就是这么多 对吧 以色列人口 就是980万人左右 那你没有了7%的人 那些人也不敢来 那你就一直耗下去 但是耗下去多久呢 现在是20% 你记住 你记住 是20%的经济萎缩 很厉害的 你战时 战时 那你战到什么时候 我想问你 是的 每个季度这么厉害 你每个季度是两成两成的缩 你怎么办 另外 由于包括胡塞 他对以色列南部的航线 原来也是封锁了 所以以色列 他两头虧的 他当季的出口又虧了 是百分之18.3% 差不多两成出口 你没有了 进口更大 进口更加下降了 因为你 你洪海进不了 他说明不给你 记得 他说以色列船不给国 除非你停止战争 哇 进口更大 进口下降了百分之42.4% 那你进口少了 那些东西是不是贵 也拖累了经济发展 由于战争抗日持久 以色列快速高企的财政赤字 也为未来经济造成巨大挑战 原来1月 以色列的财政部也表示 由于尾巴战争的加剧 2023年以色列预算的赤字 会占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2% 其中11月份的赤字 同比增长3.4% 12月份的赤字就是338亿的借客 而他们当地货币大概就是670亿人民币 其中因为战争支出172亿 即是340亿人民币 那又洩多了 因为你的店铺关了 没人做工 结果税收又跌了8.4% 记住 一环接一环 一环接一环 你没想着很过瘋一路打下去 那根据以色列央行的估计到2025年 战争将会被以色列造成2550亿借客尔的损失 即是大概5千多亿人民币 预算赤字预计在2024年 就会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 债务占GDP的比例 预计会在今年达到67% 另外以色列央行估计金鱼尔巴冲突 以色列会用2100亿 即是4200亿人民币 用在国防和战争的商亡補贴 有些人要補偿 不是補贴 上述的费用还不包括 还不包括以色列加沙和黎巴嫩边境附近居民 因为边境经常有火箭攻势 他们要撤离 这些都是损失 根据来自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数据 原来大概有20万以色列人 撤离了边境 担心10月7日那件事件重演 进入2024年之后 随着巴勒斯坦和黎巴嫩 经常撤离他们边境 以色列经济似乎 因为他亦用了很多措施 好像有些是刺激措施 2024年1月份信用卡 购买和外贸在员工需求的增加 数字可以看到 因为之前有些报关了 现在就有员工需求 跟10月和11月相比 其实都算好了 但是 你再这样拖也是麻烦 因为你这么多人当兵 其实之前说到牙斩 就不怕 穆迪是乱说的 不反映经济 结果你今天的官方数据 好像反映了经济 穆迪是怎么说呢 穆迪就认为 在可预见的将来 加沙地大的军事冲突 将增加以色列的地缘政治风险 削弱他们的行政和立法机构 以及财政的能力 另外穆迪也预计以色列的公共债务负担 是大大高于冲突之前 这也是废话 因为冲突花这么多钱 预计2024年底 相关国防支出 是2022年国防支出的一倍多 2022年以色列在军事上的支出 大概234亿美金 对此以色列的那些 你知道现在奈塔尼亚湖 他有些年轻比他 那些什么有役部长 又是有役的极端部长 就是财政部长 斯莫特里奇说 不怕 他就说 这些对以色列政治评级的决定 就是一个政治宣言 以色列是信用评级 不是政治评级 信用评级 这些决定 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宣言 根本是不包括严重的经济 这个观点 他就觉得你这样拖下去 经济不行 他就说你搞政治 你不是搞经济 但是政治也是会抓到经济 他们的极端部长也说 这个决定反映了 大家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和国家实力缺乏信心 不很正常 不很正常 打仗你跟我说很有信心 除非你买军臂 也对以色列对抗敌人 这个正义之道是缺乏信心 正义我就不赞同了 这么多无辜百姓 没有你跟我说正义 我真的不懂怎么说 另外 以色列也是 这个很糟糕 他这么说 联合国就说 乙军曾经向加沙混粮车队 动手轟他们 导致大量的物资被毁 你们有没有人性 你们有没有搞错 联合国的文件就说 以色列军队在2月5日 曾经向加沙地带当中 一支联合国混粮车队 他就是不断发动攻势 并且终止车辆向前行 好像真的很没人性 他救人 当然救人不是你的人 你当然是乱来 原来乙军轟车 导致车上的小物粉 等等的大量物资被毁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 因为这个以色列很厉害 就说有哈马斯 可能有 但未查清 不过你们都说有 未查清 你们都先说了 这支车袋再有大量的粮食 原本计划前往加沙北部 向当地处饥饿边缘的民众 发放食物 其实很惨 现在他们没得吃 但他们又不理 西方说自己有讲人 现在他们这些就不理 那运辆车在途中被以色列的海军轟轟 原来救济署的首席法律顾问 就说 事发他在现场 他也说 幸好这个团队非常幸运 没有人受伤 这支车队先从加沙南部出发 并且沿着以色列的加沙边缘 拉希路德路行驶 这条道路一直是以军容许人动主义物资 车辆经过 不止为什么突然轟了 不过很简单 尤其是这个联合国近东狗仔处 你记得他就是 被以色列说 他是有人参加了10月7日那件事件 当然 现在 美国也要发声明 但你继续被驾撑他 原来美国国务院都说你这样不行 你连救援物资车也敢轟 不可以接受 也说 人道主义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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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跟以色列政府对话时 我们也提出绝对要令人道主义工作能够安全地做足够 哪有啊 不是赵军 哪有啊 哪有啊 平民能够快速地得到援助 意思应该採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来保护民众 他不搞定民众已经好好了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